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5月9日驻菲大使黄熙莲在接受专访时回答了有关中国原非新冠疫苗的问题。 黄大使表示,中国疫苗效果良好,在菲民众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接受度和信任度。 最近,有媒体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向他表示要退回中国提供的疫苗,这纯属子虚乌有。 事实上,菲方不但不退,还对中国疫苗颇为赞赏,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中国疫苗。 近日,杜特尔特公开表示,他马上将接种第二剂国药新冠疫苗,他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非常信任,并感谢中国疫苗对菲律宾抗击疫情提供的帮助。 据了解,中国是首个向菲律宾提供疫苗援助的国家,截至目前,科兴疫苗已占菲律宾获得疫苗总数的90%,大量民众完成接种。 杜特尔特本人也在本月初接种了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并且还将整个过程直播了出去。 虽然有人认为杜特尔特此举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接种中国疫苗,但是国药集团的疫苗目前还未获得菲律宾的正式授权,所以有人指责他享有特权,甚至可能有为疫苗法。 据当地媒体报道,杜特尔特事后为此事道了歉,表明这样做没有违反规定,同时表示国药疫苗可能明天就不会再有了。 新闻网站Rappler还报道称,杜特尔特表示他已亲自会见了黄熙莲,并希望他将中国捐赠的国药疫苗送回去。 尽管关于中国疫苗惨遭退货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但现在中国大使已经出面辟谣,那么对中国疫苗有成见的媒体以及个人也就没有理由再散播谣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药疫苗在菲律宾没有获得使用授权,但是日前世卫组织已经批准紧急使用国药疫苗,这是对中国研发疫苗功效的肯定。 同时也表明,中国疫苗成为了更多国家的救命稻草,自中国疫苗开始向国外大批量提供之后,数十个国家成为了中国疫苗的忠实粉丝。 在此过程中,同样收到了大量中国疫苗的菲律宾,更应该对中国疫苗的物美价廉深有体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菲律宾真的选择退货,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损失。 另外,在中国一心一意为全球抗击疫情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同时,希望外界也要放弃对中国疫苗的诋毁,以及对中国的偏见。